市長我問一下這個C3李洛人上渡下瀉的狀況是否影響是否影響 對 截至昨天午夜之前 我們經過疫調確定的人數是32位 有上渡下瀉的症狀 那其實4月8號我們就通知之後 北水處就即刻當天到現場去做水質檢測 那這一次事件其實跟台北市政府自在水事業處所提供的自在水系統是無關 而是山區的民眾他們自設的水源系統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很長段時間 那在水處都有跟我回報整個過程 所以昨天即刻我們衛生局協同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包括科副院長率領的專業醫師護理師 還有包括行政人員志工等 在社區緊急設置醫療站 提供住戶各項的診療 另外我們也包括環保局即刻昨晚到現場社區進行清銷 教育局也即刻針對學校做調查 那目前掌握有醫校醫師 兩名學生一開始身體不適 但都反家休息 但是我們也還是請教育局跟學校在今天 預防性先暫停學校的飲水機的供水 提供瓶裝水 另外包括昨晚消防局也即刻動員一個大隊到現場待命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的監測 來協助這個山區民眾他們未來整個供水的狀況 那其實這台水處都持續的有在跟當地居民溝通 每個月也都做水質檢測 市長有釐清初步的原因嗎 我們都還在持續釐清 像今天這台水處還有衛生局 其實都有採檢 後續都要再更精確的驗 到底水質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但其實目前4月8號當天我們去測 它的大腸桿菌的指數確實較平均偏高 但是相較於去年同期並沒有較高的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更精確的來進行相關的檢驗 市長昨天說這個中央地域沒有查扣食材 不過王立長好像認為說比較甩骨 其實我們就是還原事實 在3月26號當天傍晚 我們衛生局決定第三度再次到現場積查 那中央同時也就一起到現場去積查 那當然26號當天我們就已經認為是極為罕見的毒素 因為我們過去照常規檢驗 是沒有檢出過去一般食物中毒的這些病菌 所以我們認為現場要查獲所有的食材 而且必須要請中央的量能才能檢驗出所有可能這些極罕見的毒素 所以經過幾番溝通討論以及又詢問中央食藥署的高層 後來決定所有35項食材由中央帶回 那27號當我們宣布所有分店在太北市停驗 那中央的確也會來關切 這個來討論就是相關事法性的問題 就是事實的經過 那市府餐廳有傳出食安風暴要怎麼把關 我們烏魚檢查之後發現我們台北市政府公安中心樓下 大樓樓下的午宴餐廳有預期的食材 所以我們即刻限期改善開罰 然後現在決定要終止合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是用最高的標準來檢視 所以接下來我們一定會讓整個服務的銜接順利 確保同學的這個權益 那另一方面我們即刻啟動市府內的全面專案機查 來進行每天烏魚檢對於相關餐廳、店面、食品的安全 昨天這個是有通報一起 全日脫小朋友以示而略的狀況 昨天傍晚的確加盟中心監獲通報之後 我們即刻啟動緊急應變 所以包括社會局進行全面的了解 也會進行20小時內的通報 同時我也即刻請衛生局到醫院 去進行了解 同時也即便檢察局趕快啟動調查 所以製作筆錄等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還有在檢調的偵辦 因為我們即刻提出了檢調早期介入的機制 來盡快釐清整個事實的真相 目前還沒有辦法斷定 只能說是以死而虐 但很多事實的真相可能還需要再持續的了解跟追查 好 謝謝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